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,当然我们计算一些显示工具的时候,我们考虑的因素很多,包括时间级,还有这个溢价的水平,还有这个衍生波幅有多少。 当然,你想想,以这个溢价运告公司的股份,反过来讲,跟个人投资者来讲,参考的价值不太大,当然他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,增持了他公司的股票,不用在第二市场埋进。 不过,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,就是恒基地产的这个认股证呢,当然就是有一个风险,就是因为时间价值比较少了,还有就是也存在一个溢价的水平,现在也是在外的这个情况。 因此呢,我觉得就是,如果真的看好他的股份的话,应该也是买进他的正股,也不是,不是卖他的这个认股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